光芒乍起 从天落下三道豪光 落在正道众人的身前 闪烁过后 露出了道玄镇人 浦红上人和云烟蓝的身影 三人皆是面色凝重 道玄镇人一挥手 众弟子退下 诸位长老等留下此地 人群之中一阵骚动 但随即大部分年轻一代的弟子 都退了回去 这些人中 大部分都是三大派伐的弟子 自然知道轻重 便是在这等风云变幻的危机关头 却大都能保持镇定 形势并未多少混乱 很快的 场中只剩下了三位高人 和十来位长老前辈 刚才那场大战 仅存的不多诸位长老 又死了几位 道玄镇人面上肌肉 微微抽搐了一下 随即不再多看 转过头来 盯着面前那个 生平仅见的大敌 巨大的黑色风柱 在无形的诡异之力操纵之下 从天而降 在狂风黑气之中 兽神少年冷漠的眼光 似乎是穿透了事前杀戮 冷冷看来 与道玄镇人严峻的眼神 隔空相望 道玄镇人心头微微一震 前方远处那个兽神 虽然身形似人 但一双眼眸之中的眼光不知怎么 竟是没有丝毫人的情愫 那冷冷目光之间 只似将万物都看作毫无灵性的畜生 杀伐之意一样的浓烈 当真便如穷凶极恶的野兽一般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风柱从天而降 终于落到了云海之上 瞬间 坚硬之极的白玉石板 在风柱落下之地 发出了低沉的闷向 片刻间 只见无数裂缝军裂开去 轰然而开 无数的沙石巨岩 竟然被震得逆飞而上 而在风柱之中 思思作响 如恶鬼低吼 又自阴灵力笑 仿佛是听到了什么诡异的召唤 突然间 原本被正道 费尽全力 才除去的六具巨大妖兽的尸骨 竟然又动了起来 正道中人是一起变色 此季 但见得天地无光 一片凄厉景象 归气森森 滚滚而来 那六具巨大的尸骨 纷纷亮向而动 虽然不善灵动 但却被古怪之力纷纷吸引 拖着巨大的身躯 在地上刮住深深的钩痕 被吸进了巨大风柱之中 一只 又是一只 直到最后 白骨妖蛇的巨大骨架 被完全吸进了黑色风柱 消失无踪 随即 仿佛是九幽地府中的一声厉笑 一股戾气 从那狂风之中 从天而起 风云之上的少神面无表情 踏在身躯变大的饕铁身上 如风驰电掣一盘 冲入了风柱之中 血腥之气浓浓传来 甚至连脚下的无数妖兽 刺客都安静下来 大头趴在地上 大气也不敢出 更有些弱小的 埋头颤抖 竟是惊吓得不能自疑 或而狂风指 风云静 天地也悄然无声 然后 众神和无数兽妖 一般屏住自己的呼吸 目瞪口呆地 望着那风云散去 落露出来的视前怪乎 云海之上 赫然耸立了一只崭心 而无法想象的怪乎 身躯之高大 竟比那原来六只巨大妖兽 还要更加高大三倍 众人于普通那些兽妖 在这只怪物面前 只如蝼蚁一般 微不足道 从这只怪物的身上 不停地散发出血腥的味道 甚至就在它的身上 也在不停地 渗出血水 到处可以看见 都是白骨森森的骨骼 巨大的骨架 让人很快就明白过来 这就是将刚才 那六只巨大兽妖的尸体 重新拼凑起来的恐怖恶灵 而站在那个巨大怪兽的 头颅之上的 便是那个兽神少年 他的脸色看上去微微苍白 但眼光之中 浓烈的杀意 却仿佛越发的肆虐 巨大猙獰的白骨头颅 缓缓地摇动着 同时发出怪异的声音 看上去空洞的两个眼眶中 却仿佛另外有一种 无形的胸光 恶狠狠地盯着 面前那些人 兴气恶臭 扑面而来 这只重生的恶灵 似乎全身上下都开始 躁动不安起来 滴滴地咆哮着 而除此之外呢 偌大的云海之上 竟是没有丝毫的声音 无数人都在屏息跳望 在人群之前的道玄真人 一身墨绿的道袍 迎风飘动 面容肃然 无数人在经过后 或远或近的 都有人悄悄向他看去 只是在那张 先锋道骨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表情 任谁也不知道 他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巨大的恶灵妖物 一声嘀吼 突然间 全身上下的白骨 爆发出刺耳的伤筋 巨大的身躯 浑浑移动 向前走来 每走一步 脚下的土地 仿佛都承受不住压力 深深凹陷下去 血腥气息四散飘来 这恐怖的东西 走得很是缓慢 但每走一步 都似乎落在 正道中人的心中 无数人目染地 望着那对恐怖的 白骨如山 一般浑浑靠近 就连萧逸才 这等人物 脸色也是微微发白 眼看着那恶灵 就要走到跟前了 白骨如山 道轩真人 沉深开口 诸位道兄 随我来 话音刚落 这间围首三位 正道领袖 化身三座豪光 率先飞起 随后 身后跟上十几道 各色豪光 向着那恶灵飞去 而在恶灵巨大头颅之上 那个神秘少年 面子漠然 一双眼眸之中 缓缓地 映着那些 飞来的一芒 天地之间 突然一片沉寂 像是让人 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眼看着划过天际 从天而降的 正道豪光 就要落下 瘦神眼中的 瞳孔突然收缩 也不见 他有什么动作 但 他脚下的 巨大恐怖妖物 猛然地抬起 巨大猙獰的头颅 张开了血盆大口 仰天成笑 生动四野 在他身后的 无数受邀群众 顿时一片哀鸣之声 随着这声厉笑 巨大妖物 身不离地 直接张开了大口 向着空中那几道 冲来的豪光咬去 远远看着 那张大口的 猙獰模样 便是一口 就能将这些正道众人 全部吞下去 只是 这十数人 巨都是正道 高人中的高人 精英中的精英 愿是放眼天下 正邪妖物各道 也都是一顶一的人物 修行之身 更是不容小觑 果然 那妖物恶灵 虽然凶狠 气势汹汹 但空中冲下的 各道豪光 同时分散开去 向着各个方向飞起 转眼间出现的 各长老真身 立在了半空 一时之间 人人鹤翅 法宝一芒亮起 从不同地方 向恶灵宫去 而云端之上 道玄真人 浦洪上人 和云一兰等三人 现身高处 云一兰首先出手 左手虚浮 但间的手中火光乍现 如纯阳之玉 凌空而生 如琥珀一般的色泽 正是到了极致境界的 焚香谷 悬火齐处 那火焰 即如凝固之雾 看上去小小模样 在云一兰的手中燃烧 只见他手掌一番 面中严峻 双手做飞舞状 如天边流星 缩然穿越 那一点纯火之焰 离体而出 在半空之中 似缓缓转动 似缓缓时机 向着那恶灵飞去 此刻身边的十几位长老 都已经纷纷寄出了法宝 向着恐怖的妖物打去 巨大的白骨躯体之上 到处都被各道一芒 不断地撞击 只是 这妖物被这些法力 高深之极的人物 法宝打中 虽然身体震动 但原本常人 要魂飞魄散的 力道法力之下 他竟然形若无事 只不过力笑连连 显然并不舒服 而且看上去 越来越是愤怒 凶狠吼叫 此刻半空之中 云一兰发出的那道火焰 散发着琥珀一般的光芒 模样小 却凝而不散 向着那个怪虎飞去 不知怎么 那巨大妖物 虽然对周遭一众人的 法宝似无忌惮 但对着小小火焰 竟有几分顾忌 身子似乎缩了一下 无奈这身躯太过巨大 如何能躲避过去呢 不消片刻 这一点火焰 就落在了 恶灵白骨头颅的嘴边 在那白森森的骨头之上 碰了下去 在无数的轰鸣杂乱声响中 那个不起眼的小小声音 琥珀一般的小小火焰 在势大如山的 砍之不动的坚硬白骨之上 竟是硬生生烧了进去 在白骨上出现一个焦黄颜色的深洞 而那点火焰也消失不见在深洞之中 众人恶然 屏息相望 片刻之后 突然 巨大的轰鸣声 从白骨深处轰然炸响 像是喷波而出的火山 突然诞生在 恶灵白骨躯体的深处 赤裂的热浪瞬间传散开去 原本白骨森森的骨头 合着有半边身子 被烤成了枯黄颜色 一股赤焰 粗达胀鱼 硬生冲松 白骨之中炸了出来 冲天而起 就连在远处的青云弟子等人 竟然感到了酷热难耐 更不用说 身在赤焰焚熟之下的 那头怪物了 一时至先 正道中人是欢声雷动 正道三大领袖的手段 当真是非常人能比 如火山盆伐 骄横无比的热焰渐渐散去 被剧烈火焰笼着的怪异妖物 慢慢地现身出来 半边身子都被烤作了焦黑颜色 虽然更是诡异恐怖 但看上去模样 却是比刚才狼狈了万分 再无一丝 兄弟的模样 原本被这只怪物的出场恐怖场面 镇住的正道中人 个个都放下心来 长嘘了口气 详情也对啊 有道权真人这等公餐造化 如神剑一般的人物在 还怕什么妖魔鬼怪呢 这事不知怎么 与身后远处 那些兴高采丽的年轻弟子相比 云端之上的三位正道剧情 面色却异样地阴沉下来 看上去被重创的恶灵妖物 模样似乎还有些狼狈 半边身子阴白 半边身子却化作了焦黑 看上去颇为古怪 甚至还有几分滑稽 只是 在远处那些正道弟子的讥笑声中 这巨大恐怖的妖物 慢慢地抬头 忽然发出了一声怒吼 朔纳的头颅张开大嘴 一股黑气如旋风一般 从其中喷出 只向半空之中那三位冲去 道玄真人等人是何等修行 自然不会着了道 身形拔高树上 同时 身体周遭具有青金红 三色豪光亮起护体 不过饶日如此 那股黑气在这云海之上 进风之中 居然是宁而不散 隔了老远都能闻到一股怪异的异臭 显然是剧毒无比 与此同时 站在巨大妖物头颅之上的兽神 面无表情地挥度着双手 姿态诡异 动作古朴 仿佛是上古未开化之时 那些久远鲜明静天之后的动作 随着他的动作 仿佛无形中有股诡异之力 滚滚而来 天空中的黑云再次聚集而起 浓浓如墨 风云更近有闪电一芒窜动 在层层黑暗之中照亮了几分 地面上的人们一时震慑 不知其又施展什么妖术 只是 自从这兽神出场以来 所施展怪异巫术 都是些场面浩大 震动人心 众人心中都是暗生畏惧 而半空之中 道玄真人眉头紧锁 他忽然挥了挥手 下令让所有长老都向后退去 黑云低垂 压得很低很低 终于有人发现了不对劲之处 惊叫起来 随即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之中 那漫天黑云层层跌跌 越来越低 终于是从九天之高 落下了繁治人间 就在那云海之上 将兽神和那个巨大恶灵的身躯 吞没进去 黑云垂地的范围看上去 赫然有几十丈方圆 正道中人纷纷后撤 而那些停留在云海之上的兽妖 又极多被笼罩其中 道旋真人三人落下云头 凌空停住 那黑云之外十丈地方 面侧是凝重之极 紧紧盯着那片滚滚涌动的黑色云团 云海广场之上 此刻再度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之中 只是这种沉默中就无法保持太久 那团黑云滚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即使站在远处的人 此刻也感觉到了其中汹涌澎湃的妖力 终于 那团巨大的黑气 面对着道旋真人的方向 缓缓地开了一个小口 没有一点的光亮 仿佛就是永恒的黑暗 那个漆黑的小洞冷冷面对着前方 周围的云气突然开始疯狂旋转起来 向着这个小洞盘旋涌去 而在这个小洞无止境地吞噬着 所有涌来的黑气 慢慢开始扩大 从一寸变作一尺 从一尺变作一丈 短短时间之中 一个最恐怖恶兽 猙獰的面目 就出现在三位正道领袖的面前 那最深沉的黑暗深处 一声狂妄而凄厉的嘶吼轰然而出 瞬间 所有的黑云一起震动飞舞 整座巨大的通天风为之撼动 那个恐怖的身影 已经化成全身的血色 从那个深深黑洞之中飞扑而出 驻巨兽笑天 向着道旋真人等人扑了过来 所有人一起变色 站在风云顶端那个兽神少年 仰天长笑 全身的衣衫在狂风之中 疯狂地抖动 与之相伴的 他脚下的巨大恶灵 嘶吼狂怒之声 远远胜过了他 如山一般压了下来 声势之大 势无其匹 只不过这片刻的功夫 在道旋真人 普洪上人和云一兰 这三位天下一等一的修正高人眼中 已经看出了 这恶灵全身浴血 猙獰恐怖 但最关键的是 其妖力高涨 刚才云叶兰的唇火之焰 所造成的伤害早就无影无踪了 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此刻 黑云散去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这等妖物背后 黑云之中 那堆积如山的兽妖尸骨 尽皆如干枯之夜 微顿余地 此刻巨大的身影张牙舞爪 盖过了整个天幕 阴阳笼罩在三位高人的头上 道旋真人肃然 他正要有所动作 忽听身旁普洪上人 低声诵佛 阿弥陀佛 两位道兄 请稍往后退 说吧 普洪上人的身形向前 飘移两步 面对着天空中 铺下那个巨大无比的阴影 远远看去 普洪上人 就像蝼蚁一般 扭小无助 一道金色光芒 忽然从他手中散发开去 在这漫天黑云利气的视线 就像一点灿烂阳光那般耀眼 那位得道高僧 面上隐隐透着慈悲之色 双手合指 却是从掌尖之处 金光豁然绽放 从小变大 瞬间璀璨 放射出万道金光 直冲云霄 金光之中 一件圆盘金轮模样的法宝 浑缓浑 金光灿烂 通体金黄 一尺直径剑方 边缘一圈 镌刻着诸罗汉金身法像 围绕着中间处 正是佛祖单掌何时 慈悲普度众生 真身法像 远处无数人 几乎在同一时刻惊呼而出 大悲金轮 这件佛门至宝刚一出来 金光顿时更加灿烂无比 以朴宏上人一人之力 这片金光 比至刚才正道百位弟子 所做的光幕 竟似乎毫无逊色 而在那金色光幕之中 各种各样的佛门真言 时隐时现 所照亮之处 尽是庄严肃穆 慈悲之气 比前方那股利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只是 虽然面对着 这不出世的佛门一宝 但从黑云深处藤月而出 满含着杀戮之意的 那只恶灵异兽 在兽神的驱使之下 依然不见有丝毫退缩之意 依旧从天而降 轰然扑下 一头撞进了金光之中 出乎意料之外的 那道巨大的阴影 与灿烂无比的金光 撞在一起的时候 竟是没有丝毫的声音 没有任何预想中 那惊天动地的景象 漫天金光忽而回转 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而原本漫天袭地的黑气 突然变小 逐渐收缩 但依然飞射向前 到最后 那个恶灵的巨大身影 被压缩只有原来的 十分之一二不到 然而 那依然存在的飞射黑气 却更加浓黑 立即不减反增 隐隐地咆哮嘶嘶吼声中 这黑色之剑 化天而过 冲破了无数金色屏障 冲到了朴红上人的面前 森森冷气 张容面目 仿佛就在眼前 那最深的 黑暗之中 这些产生物 看起来 这些产物 就是 看起来 那边 这些产物